當下接到通知的時候說真的是很驚訝 因為沒有想到會就是第一年執教 然後就有這個機會可以到國家隊這邊 我們不要講學習好了 當然學習是一定要的 可是就是有機會來到這邊貢獻自己的所長 跟看看不同教練跟學長們帶隊的一些方式 跟訓練的方式 我們隊上的張藝慶也跟阿哥很熟 我稍微跟他聊一下 然後過來的時候有稍微跟不管是蘇哥 寶哥跟翔哥 都有他們了解一下教練他喜歡的防守是什麼 然後進攻的能力是什麼 有稍微去了解一下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稍微做了一下攻擊 我會把我覺得我需要可以幫助到 這支中華隊的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帶進來 那當然學習的部分是我們進來了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的 我自己今天本來就是可能跟其他的教練比起來 我可能真的比較不足 可是我覺得本來就是活到老學到老 就是讓自己不斷的處於出學者的狀態 我覺得這樣子才會進步 不管是教練他剛接到這個球隊 然後在球隊上紀律的要求 或者是整個想要達到怎樣的訓練也好 然後在訓練的內容 訓練的schedule的安排 然後跟所有在講訓練的所有細節 我覺得都值得讓我很需要的把這些東西都吸收進來 透過這一次的感覺 連這個東西都可以講得那麼的細微 對阿我覺得這個是讓我最值得就是去思考 然後讓我自己可以不管在哪一個動作都可以再幫助球員更進步 其實教練第一天來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代表國家 我們沒有別的就是要贏 那當然對手會有強弱 那我覺得代表國家是一種榮譽 所以告訴球員全力拚到底 然後把這三個禮拜集訓的東西 能夠把它做到最完美 其實就是全力的去搶勝 然後全力的去拚每場球這樣子 對 a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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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emotions ag fuss agissa agss ag 또 agss agss